有些球迷在发这个球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比较低级的错误是什么 碰球过去 老是发不出身体的力量 他或者他转腰 他这个腰转一转 但是的话没有去用身体的核心去发 身体的核心去发 出来的球的话 他就够力 大部分的球迷在发这个球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手拉得太开了 手张得太开了 你看左侧上 手张得太开的话 他合力就合不好 力量就不利于之中 你看 大家看见我 力量 力量不要身体不要打得太开 只要打到这个程度就够了 你看 这个程度把我们的核心力量往前一走 它就够了 不需要把手打开 把手打开是比较愚蠢的 到时候你就是用手去发 到了后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到达那个发这个球的天花板 就是你到了这个水平以后你永远都是这个水水平了没有改建的空间 例如说大家发反手发球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你看 你去发反手发球的话 在这个位置走 以后你永远都是这个旋转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发出去的话 它永远都是什么 没有力量的 都是靠我们的身体这样子一下子过去 它的力量就不足的 就是以后再想发的更高更高水平的就不行了 那我们如果说是刚刚开始我们从这里出 就是从身体的这里出 这里出的话 现在可能发的不稳定 但是以后的话加上身体 这种力量就很大 而不是在这里先上台 以后你发球 全部在这里这样子出出去 而不是在这里出出去 看到没有 这个力量大 还是这个力量大 所以说我们学发球 一定不要一下子学到了 一下子就发到顶点去 就是天花板 它再改建的空间就没有了